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评比台湾的 标准美食 台湾的天气真热 台湾真的一年比一年热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哇 我现在不怕下地狱了 因为现在台湾的天气 应该跟地狱的热差不多 我以为我们泰国是非常热很热 结果台湾的夏天真的热到爆 所以那些台湾人去过泰国 不要在那边叽叽歪歪说泰国很热 或者怎么样 你们台湾超级热 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热 甚至比我们还热 然后呢 在我们泰国呢 因为毕竟我们是热带国家嘛 所以我们有很多消暑的美食 比如说什么冷泡饭啊 种种东西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试试看台湾人 热的时候你们吃的东西好不好吃 这些白白的液体是什么东西呢 看到白白的液体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很害 杏仁豆腐就是那个杏仁果 然后变成豆腐 感觉很像布丁 烤热豆哦 好不习惯的味道哦 这个很像泰国的 拉肚子的药的香 你们从小时这个味道长大的 杏仁果是好吃的东西呢 我记得 它是脆脆的 而且杏仁果的香味是这样子吗 怎么有一种很不讨喜的香味 所以这个没有消暑吧 我上来了 怎么样就来抓我了吗 不如台湾都没死 可以见了没 还没 好相见哦 可以见了没 让我讲拜托 what is this unbelievable you know 已经好久没有嫌弃台湾的东西了 哈哈哈哈 what is this 还是只是我不习惯 所以老板还在后面 我不习惯呢 应该是我不习惯 接下来这个是 杏仁茶 要搅拌是不是 因为有纤维 没有纤维是促进那个 就是消化嘛 它要的那个 它要的那个味道 比这个还更显烈呢 哦这个我受不了这个 这个 这个外国人可以吗 有外国人喜欢它吗 有掌握财附密码的外国人喜欢它 老板真的很不习惯呢 那个味道是什么 这就是杏仁的原味 是不是讨厌我 所以特别弄的这个样子 没有我们想要用的更好吃 但是最好吃的 真的吗 所以这是台湾人很喜欢的这个味道 对对对 而且 而且我们是没有加香料 没有加奶精 更注重健康 所以我就是不喜欢这个 对对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是比较特殊一点 那他跟我谁比较特殊 你比较特殊 哇 好会讲呢 所以听说有吃连锁店是不是 对我们连锁店 有几人 有几人 对 有先人啦 有几人 你是有几人 一奥西啦 给我鸡 可以啦 可以啊 好吃啦 不要相信我啦 我是鸡歪的人 没有没有 我们试着再调出一些 更适合泰国口味 啊真的吗 可以找我业配吼 好啊 如果我们调配出来的时候 有观光客流动的话 我们日本客是最多 那日本就喜欢更甜 那泰国有客应该不多吧 比较没有 对对对 因为确实不是泰国人喜欢的东西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我们不要管我们泰国市场 日本人比较有钱 都要对 哈哈哈哈 好哦 谢谢老板 谢谢谢谢 感谢你 谢谢啊 来第二间 我有看到苦茶 你谁找的 我最讨厌的苦茶 我是不会买的哦 让我滚去地狱去 这不是消毒美食吗 为什么我的火力这么大 姐姐 敢喝就苦茶 敢喝我不敢啊 不敢喝就清澡茶 那我要清草茶 毛根茶也是个消毒的吗 也是喝的啊 乳会茶也是吗 乳会茶是不干的 那应该也顾一下干好了 哈哈哈哈 苦茶也来一下 苦茶我不要 姐姐白贵呢 快要80了 快要80年了 我76岁 看不出来呢 我以为是50 40 你都喝了啊 都喝这个就会变这么年轻哦 对啊 你让我Q啊 哇真的耶 碎呢 比我还碎呢 哈哈哈哈 那我喝了 我会跟姐姐一样漂亮吗 可以啊 真的假的 再一波了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真的不要苦茶 你敢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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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就翻脸了 那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谁 我老婆啦 你老婆哦 那你呢 我偶尔看一下 要走开 哈哈哈哈 所以你老婆很爱我哦 超级 那你有在追踪我的东西吗 我没有 他去死 你真的给我去死 你给我去死 哈哈哈哈 我现在呢 很像公园乘凉的阿伯 哈哈哈哈 以前呢 没有冷气 所以 人们都会坐在宿舍 喝解数的饮料 你们不会刚刚 趁我走过来的时候 偷换一杯 变成苦茶吧 如果你做这种 握错的事情 我就会打你们哦 清炒茶 这个名字好耳熟 好像喝过 嗯 好喝 哦 它有那种 薄荷糖 的那种 凉凉的感觉 在喉咙里面 然后 然后 它有一点 很像 仙草的 香 然后 微微的甜 哇 好喝 这一杯好喝 哇 好冷快 这一杯有消毒 接下来 这个是 猫根茶 咦 猫根茶也好喝 哈哈哈哈 它好特别 它的冰 好像不是冰块 的那种冰 的感觉 它的冰 的感觉 很天然 它也不是甜 它给人的感觉是甜的 干干的那种甜 可是不是糖的甜 对 我是网红 而且红很久了 哈哈哈哈 越来嚣张 哈哈哈哈 毛根它就是有它的香味嘛 毛根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无知 台湾的未来啊 就跟你们手中 怎么办啊 该担忧担忧了 连毛根都不知道 一群年轻人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 蜂蜜乳慧 OK 完全OK 它给我的凉感 不像前两杯 那么直接的凉 可是它的 乳慧的香 跟蜂蜜的香 搭在一起 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搭配的元素 而且乳慧本身就是 解热的东西 是不是 因为我们家以前 都会种那个乳慧 不错哦 这一间是台湾的 传统的冰淇淋的概念 是不是 然后这个是 芋头的口味 我没有试过呢 嗯 嗯 呵呵呵呵呵 有被吓到呢 好 绵密哦 就很像泡泡冰的那种感觉 可是它绵密很多呢 传统的冰可以做到这么绵密吗 因为我对于以前的那种冰品 比较是冰棒 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是 硬硬的 可是它很绵密呢 这确定是传统的东西吗 而且芋头好甜哦 这个好吃 这个我很喜欢 接下来是 花生口味 好吃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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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花生的香很香 可是呢 它绵密的程度 跟芋头比起来 芋头真的绵密太多了 芋头真的是那种很像 芋头棉花糖的那种绵密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是 凤梨冰 所以上面有凤梨 然后下面是个冰 含进去第一口 好酸哦 可是呢 当你开始习惯它的那个酸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酸爽酸爽 诶 确实哦 就是吃一些酸酸甜甜 冰冰的东西 蛮有解属的功能的 这个芋头梅冰呢 第一口会觉得它好难 是因为它酸的 穿出来太显烈了 可是当那个酸慢慢退下去之后呢 它就变得好好吃哦 好爽口 好顺口 然后配这个凤梨超级大 都很好吃呢 很棒 吃完了 今天呢 确实吃了好多 还不错吃的 台湾酸酸美食哦 就像刚刚的那个冰啊 或者第二间的饮品 都还不错哦 现在我隐约觉得 台湾的酸酸美食 比泰国的好吃一点点 哈哈哈 因为泰国的那个什么 冷泡饭啊 我觉得很难吃 因为之前呢 在台湾生活 然后这种天气走在路上呢 整个生不如死 哈哈哈 所以呢 这下酸酸美食很棒 很有帮助 那观众呢 好 iane Jeanne S洋